老有人跟我说 你跟你的助理 我没兴趣知道 我也没兴趣知道 我要是你啊 任小年要跟我说 要把戴琪吵了 我也跟他翻脸 你别总以为 我对你有意见 对吧 其实都是因为任小年 对我有意见 什么时候开始有呢 丽娜不在她的位置上 丽娜很少不在自己的座位 你应该到律师所 去转一圈看看 还有谁不在自己的位置上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不用解释 我要解释 那就快点 你赶时间吗 我再赶你 你昨天见到罗琪了吗 她是怎么说的 我跟你说啊 我对你其他的事情 没有任何意见 我唯一有意见的 就是你对人的态度 你太目中无人了 好 我一定有则改制 无则加免 我现在真的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电话要的 非常重要的电话要的 我现在真的有一个 好 那你打电话啊 时间归你一选 咱俩好好谈谈 请问你又有什么指示 我就是想看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个 重要的电话要打 正在打 我就说一句啊 我刚才那 检讨了一下我自己 我发现你我之间 我的确也是有责任 所以从今以后 如果你发现 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也会有则改制 无则加免 你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太没有眼力见了 请看 我有两百多条语音 没时间听 我帮你听啊 走开 我刚才跟你说的啊 千万不要告诉罗宾 好 大白天的锁什么门 哪条法律规定 白天不能关门啊 罗绿正四处找你呢 好好好 把门开着 把门开着 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刚才的确想把这门关上 我想跟你说点 关起门来说的话 什么话 算了 还是开着吧 名人不说暗话 你到底要说什么 说呀 你刚才跟戴希说什么了 你可以不告诉我 但是我必须跟你说 有人说 戴希和罗宾关系不一般 好 当我什么也没说 我今天早上碰见罗宾了 但是我发现他气色不太好 好像挺懊恼的样子 那是因为他一大早上就碰见你吧 丽娜跟你说什么了 没有人跟我说什么 那就是说了 您这是猜测 不 我原本做好了一上班 就听到了你辞职的写讯 我不辞 我现在出去一趟 我中央有一份一百五十页的合同 你来负责校队 并且出去律师医院 您去哪儿啊 你问多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去和罗琪姐好好聊聊 打住 如果不是你出谋划策 罗琪还真想得出这么狠的招 是你姐 把你前姐夫描绘成了一个渣男 那你就信了 所以给她出这么损的招 我错了 那她有没有告诉你 到底为什么不让孩子见父亲 你告诉我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就乱给人出主意 我这是凭常识 如果一个母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见父亲 一定有她的道理 那你要问 让她说出那个道理 然后判断那个道理是不是符合法律 怕戳到她痛楚 这不是理由 倒是你 我觉得你才应该问 因为你们才是家人 那一百五十页合同 希望我回来之前你已经做好了 我刚才找你有事 但是我给忘了 罗宾哪儿去了 她不在 她干吗去了 你找她干吗 我得跟她约一下时间 你需要多少时间 那得看我们俩谈得怎么样 她最近日程很满 可是她跟我说 让约时间我们俩好好谈谈 有的时候呢 如果有人跟你说 她想找时间跟你好好谈谈 意思呢就是说 她当时不想给你浪费那个时间 不 如果我说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谈谈 那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找时间好好谈谈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把这个时间 好好约一下 罗宾老师让我去她办公室 拿一下合同 你自己去吧 嗯 确定时间 我给你约明嫣的时间 今天为什么不行啊 我不知道她回不回来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是丽娜 你怎么会知道她今天 那她今天没有时间 我拿好了 合赛老师 你有什么事 我没事啊 你有事 我没有 那你刚才叫我合赛老师 因为您是长辈 所以我叫您合赛老师啊 合赛老师 再见 长辈 哎呀 长辈 谁是长辈 合赛老师 为什么叫我老师 因为 因为 因为您是我的前辈啊 前辈吗 那应该 师兄 对 以后叫我师兄 合师兄 罗毕呢 封主任 王大奎找不到她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 她今天出庭 助理呢 说是不接电话 也不回电话 怎么个情况啊 戴西他手机坏了 他现在正在修呢 我自主任 我也不回答 说是不接电话 不接电话 和你